臉書最近的演算法跳出了很多社團的貼文訊息 然後讓我關注到一個內向人的社團 有很多內向的人提出一個不知道該怎麼辦之類的問題 尤其是在求職、賺錢這個方面 那我想這很正常 畢竟現在台灣的薪資水準的確不高 大家都面臨了經濟壓力的問題 基於我自己小時候就是一個很內向、自閉的個性 我來分享一下到現在身為人父的大叔的心路歷程 在國中畢業的時候我的成績普普 到了高職畢業進入了專科學校 功課也不太好 然後二專畢業的時候要提交專題報告 四個人一組 那其他三個人他們成績很好 所以就由他們去撰寫程式 我就只好被分派負責上台報告的工作 因為我學不會怎麼去寫C語言這個程式 結果意外的就開啟了我的自信心 上台報告的確很令人害怕 但是我長大之後我後來發現 有很多知名的講師 其實他們都是內向性格的人 在台上升龍火虎有說有笑 但是下台之後其實很不習慣和別人做互動 那平常他們也沒有太多的社交生活 就在我那時候畢業上台專題報告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上台報告沒有那麼可怕 而且第一次受到眾人關注的眼神 我當時還有一點得意喔 那事前的資料要準備充分 只要把你要說的內容用簡報製作好就可以了 你就不會忘記要說什麼 那報告完畢之後我獲得很多掌聲 在那一刻突然有一種功勞好像都是我的錯覺 那努力寫程式的其實是另外三個同學啊 為什麼好像我獨得掌聲 那種感覺就好像樂團的主唱一樣佔盡了光芒 踏入社會之後呢 因為也沒有什麼好看的學歷經歷 找不到什麼高大上的企業可以去認職 當時呢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我只是覺得說電腦比較有趣 因為我就是不愛接觸人的工作啊 但是為了賺錢啊 我就勉強去歷練了幾種業務工作 包含賣房啊賣車啊直銷啊保險啊 因為當時呢網路還不發達 但是呢也做了幾個月就離職了 每天都很痛苦 最後我花了幾萬塊錢去電腦補習班 上了600個小時的網路認證課程 面對電腦對我來說比面對人少了許多的壓力 但是裡頭的同學啊也有一些高學歷的人 他們上完課之後呢都報名去考電腦認證 MCSE的講師證照 就是微軟認證工程師的證照 七本厚厚的原文書 而且他們還都考上了耶 差點害我僅存的一點點自信心 蕩然無存 因為我連一本書都沒有K完啊 我就問他們說為什麼要來學網路課程 他們說想要轉換跑道啊 後來發現我自己的學習力 沒有這些很會念書的人強 不過呢剛好我認知的公司 正在2000年的時候進入了電子化的時代 我就負責幫忙處理 這個小公司裡面的電腦更新的評估採購 順便呢就學學怎麼去修電腦 然後呢又順便修修公司的印表機 然後呢又順便修修公司同事中毒的電腦 然後每天都被叫來叫去去處理同事的電腦 大大小小的奇怪問題 那理所當然呢後來又順便幫公司 每一個員工的電腦都讓他們能夠上網 然後又順便幫公司架了網站 最後呢又順便幫每個人設定了E-mail 就這樣不會的事情呢我就一直問人 或者是Google去查資料 但是當時的Google資料真的是少得可憐啊 或者呢我就花錢打電話找電腦公司 來幫我們公司做處理 因為公司就不到20個人 所以電腦的問題都是我在負責 當窗口和外部的公司去做結卡 過了三年多我結婚了 離開了台北的公司 搬到桃園去住 薪水呢比台北的公司少了很多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小孩又出生了 急需奶粉錢 然後我就想 那乾脆接案在家工作算了 還可以幫忙照顧小孩 幫別人架網站就好了 一個案子收四萬塊 那如果我一個月可以兩個案子 我就有八萬塊 比我上班好太多啦 然後呢我就開始架設自己的網站 用盡了一切吃奶的力氣去宣傳 我會架網站的這件事情 包含了我廣發E-mail給所有通訊錄裡面的人 就這樣一路走到今天 那些當初考上電腦證照的同學 因為擔心轉換跑道會有風險 所以到現在都還在做著原本的工作 只有我這個沒去考證照的人 利用那六百個小時所學到的網路知識 一路自行創業到現在 所以內向的人不必驚慌 已經變成大叔的我 走過這些很令人彷徨不知所措的日子 現在這個時代和我當初退伍的那兩千年 以前的時代完全不同了 現在的人賺錢靠的是網路 人脈也可以靠網路來做串聯 而不是像以前那種交際應酬 那重點也不是你有多少證照 因為實際的作品才是關鍵 如果要面試的話 直接拿成果給主管看 遠比你拿一張證照更能證明你的專長 因為證照可能是背出來的 沒有實際的經驗 那內向的人的專注力一般來說 會比外向的人更好一些 不管你現在的年紀多大 你都可以開始專注學習一項技能 去變成你的主要專長 譬如說程式設計 網頁設計 電腦繪圖 影像處理 影片剪輯 電腦動畫 作業系統 網路管理 駭客軟體 抖音 或是臉書廣告 Google廣告 或是各種運動的項目 熟練一項技能之後 也許他會花你很久的時間 譬如說長達十年 但是你如果覺得十年太久 就不去學 那時間也不會理你 他依然會繼續走 很快的 十年過去了 你才驚覺 自己還是一成不變 所以當我們想學什麼 就要趕快去做 你不要管現在幾歲 或者是要學多久 因為不管你有沒有去學 十年都會過去 而我們都會變老 哦 這讓我想起了陳奕迅的歌 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 好 離題啦 任何時間呢 開始學都不閒晚 等到你學成的那一刻 就換成別人落後你十年 而你正逐漸與他們拉開差距 形成了你的護城河 並且開始展翅高飛 當你有了專長 就會具備無比的自信心 並且吸引其他行業的人 跟你合作 你將會發現 原來世界有那麼大 有那麼多賺錢的機會 為什麼以前都沒有發現 只知道找工作 而不去找客戶呢 因為在你還沒有任何專長之前 你只是一個普通的石頭 但是時間後的你啊 已經成了別人心中的鑽石 那石頭呢 只會被拿來打水漂 但是鑽石呢 卻會被緊緊握在手中 當你成了鑽石 客戶常常是捧著錢 來拜託你幫忙的 那為什麼人會沒有自信呢 大多數的原因 就是你沒有花時間 專注學習一項 可以讓自己比別人傑出的專業技能 如果你一直期待 可以找個輕鬆的助理工作 不想花十年去學習 培養自己的專長 那麼就會一直被別人取代 你想想看 每一年都會有剛畢業的年輕小妹妹 等著用比你還低的薪水 把你擠下這個簡單的直圈 所以不要再等了 成功的關鍵呢 不是你上了多少課 念了多少書 學了多少事 而是你願不願意 馬上決定開始做 不要以為你一定要練到多高的學歷 才能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也不要以為一定要學到多麼的頂尖 才能夠開始進行你的計劃 許多事情呢 都是先開了第一槍 才知道下一槍 該如何調整目標 如果你一直停留在 如何學習瞄準 而遲遲不敢開槍 那你永遠無法正中紅心 行動才是成功的關鍵 馬上就去做 你才會遇到問題 然後一一解決問題 最後就到了最終的目的了